近年社会上出现了不同的政治口号 由初期的我有言论自由 到后期我的权利被剥削 这些论述也反映了不同人士 对于香港居民的权利、自由和义务有所偏差 因为自由和权利是绝对的 不受任何事物约束 可能受到大众媒体的分图 近年在小学的补习社似乎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有很多小朋友已经不再听导师的劝语 他声称我有言论自由 你不可以阻止我去上课讲话 功课辅导班去不出声 我们应该思考向香港青年人 去教授香港的居民自由权利和义务 但是不解释他的性质、依险和限度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教学任务呢 基本法中期教育 其实是不应该导致香港青年人知其言 不知其所以言 香港青少年人如果不了解权利、自由和义务 我想解决方法不是避重就轻 而是应该将性质、依险和限度和盘托出 唯有不停留于教授基本法的字面意思 香港青少年人才可以正确认识基本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